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堂哥的介绍 那一年我来到了东莞 刚好赶上了严大期间 一时间东莞的大小酒店KTV 小姐是走的走 关门的关门 认识妻子的时候呢 我跟堂哥在一家建筑工地做工 每天上完工也很是疲惫 晚上想去晒下心 没有想到碰到了老婆 当时老婆呢 被一开豪车的男人扇耳光 直到老婆倒在地上 那男人才离去 出于同情心 我上前安慰了一下妻子 就这样 我们慢慢的认识了 跟老婆交往后呢 我才知道那男的是他的老板 当时呢 他想带老婆去陪几个客户 因为老婆长时间做这一行 把身体搞垮了 还患了妇科病 就不想做了 更何况还是在严打期间 老板愤怒之下就打了妻子 妻子长得很漂亮 很性感 有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 让我很是着迷 但是我就是爱上了她 我想要一辈子对她好 老婆跟我在一起后呢 拿出了她这些年攒的几万块钱 陪着我每天游走在各个工地打拼 期间还有不少是老婆接待过的客户 看在老婆的体面上 我也拿到了一些工程 慢慢的发展了起来 就在今年 买了归于我们的别墅 豪车等 期间 老婆还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让我更加对老婆宠爱有加 这几年呢 全靠老婆的协助 陪我打拼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所以 我想回老家不给老婆一个正式的婚礼 成果那天很是热闹 堂哥估计是多喝了点酒 开始胡言乱语 指着我老婆说我是个小姐 更过分的是当着众人的面 跑到老婆跟前动手动脚 还问多少钱饱也 看到老婆流下的泪水 我怒了 直接先放了桌子跟堂哥撕打起来 好好的一场婚姻就成了闹剧 过后 被众人摆开后都散了场 爸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与众心长的要和我谈事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 爸爸妈妈竟然让我跟老婆分手 说我们家不允许有这么肮脏的媳妇 气得我当时就跟他们吵起来 当初把我赶出家等 不管我 让我自己打拼 现在我有了钱了就认我当儿子了 现在我跟妻子过得很美好 不论老婆曾经做过什么 我都不会抛弃她 至于爸爸妈妈 我只能喝喝喝了 只许他们不接受这个儿媳妇 就别怪我不孝顺了 你们说我这样做对吗 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珍惜眼前的美好 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 只有自己过得好才是真的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